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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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Ms.Mo 和你分享英文的时间 你可能留意这个白色是什么 我估计镜头拍不到太小 但是写着 Free Liu Xiaobo 释放刘晓波 It's a little gift a little souvenir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礼物 小小的纪念品 souvenir 这个字是法文的读音 souvenir from long hair 长毛 长毛送给我的小小纪念品 亦都标志着香港当中一个 非常之重要的社会运动的议题 但是最近最红的社会议题 就是地产霸权 反地产霸权 地产霸权 有人译为land monopoly land就是土地 monopoly就是垄断 土地垄断和地产霸权 不一样的 中英对照 不是很临尼尽致 中英对照 就想一想 地产霸权 地产是什么呢 我们说地产商 当然 不只是市场本身 是商人赚到尽 地产商 property developers property 是地产 然后developers 就是发展者 地产的发展者 即是地产商 在香港 一般人说发展商 你都知道它是地产 你就不会说发展商发展什么 发展声音 就是发展 拍照的那些 用来develop的那些 照片的东西 当然不是 所以在香港 你纯粹说developers 都已经是发展商 中英文一样 都估到是和地产有些关系 即是地产那边 而霸权呢 英文就叫hegemony h-e-g-e-m-o-n-y hegemony 就是霸权 hegemonism 就是霸权 主义 我们不用说主义 hegemony 就可以了 如果以刚才那种简化的说话来说 反地产霸权 反anti 任何反对任何东西 都是anti something right anti-developer hegemony 这句说话 都是比较 不是说突压的 不是说很自然的英文 因为我们现在是意图 拿到原装的精神来直译 那你就用这些 这样的mark 豁起它 anti-developer hegemony 最近就听闻 有一班年轻人 在红磡一间超级市场 就反地产霸权 超市和地产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超市都是一个香港 大地产商核下的生意 你可以说 a group of social activists staged staged是舞台 用来做动词 a group of young social activists staged an anti-developer hegemony campaign at a supermarket in Hong Kong 好了 今天聊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